レオ聊世紀 經營無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中國人 自從比賽是中東杯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是擁有三時代時有減免的文明 不管你要升黑暗時代、封建時代、帝王時代、財寶時代 都有這個減免費用 那除此之外呢 他的碼頭跟大學的科技也有減免 不管你是要點彈道學或是奴號戰艦生技 都有一些減免 對於打海戰來說也是一個小小的加成 但是義大利人的海戰並沒有其他特殊各種 他是單純減免 那義大利人呢 他還有擁有全部的科技 他用這個大洛馬 也有這個槍兵 也有這個三級射 也有拇指環 不管你是要打工兵步兵 還有這個騎兵都ok的 而且義大利人的帝王Style 初期也可以使用傭兵 進行快速反擊跟量產 自己的軍事單位的文明 那義大利人呢 他主要還是有特別的東西 是熱納爾弩手 那熱納爾弩手呢 是射擊敵方騎兵單位時會額外增傷的 所以義大利人呢 打這個騎兵國更是厲害了 所以我也蠻推薦喔 如果新手們想要爬笨的話 練義大利人的話 練上去再去練其他文明 就會發現自己變得很強 因為義大利人本身來說 他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經濟沒有到很好的關係 所以經濟配置 義大利人都可以配得很好的話 其他文明自然也會玩得很好 而且義大利人呢 他的熱納爾弩手關係 也會讓自己的勝率變高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會在1200分左右的場 以下 大部分的人都是打馬 不太會去打工兵喔 那如果你會客製打這個 騎兵國的這個熱納爾弩手的話 多多少少會幫你的分數 加一些分數 是一定會有的 那義大利人呢 不管是海戰啊 或是團戰 單挑中都會很常見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中國人的文明 那中國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呢 是打這個一開始的 村民會領先三村的特性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現在是18村對上22村喔 那這個因為是 義大利人是比較早封建時代的 那中國這邊是晚上的一批喔 所以這邊是會看起來 中國是領先四村喔 實質上大概是領先一村 領先三村而已 那天火熊在這種比賽來說 選中國人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因為在前期來說 如果你在阿拉伯 可能就是領先個一村 所謂領先一村到快兩村 不會到領先三村喔 但是在這種比賽地圖中 就會看到會領先三村的情況 算是一個蠻細節的部分 唉唷 這個城堡要射死 天空熊把HERA的士猴給騙到了 直接倒地 天空熊這一個地圖選中國 我覺得是非常OK的 畢竟也有其他的職業選手 在這張地圖選擇了中國人 但勝率就不太好說了 那這場比賽呢 我是沒有看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但聽說蠻精彩的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經濟配置喔 目前義大利人是出了四艘旅船 然後伐木的部分配置呢 是來到了七個木頭而已 並沒有再多配喔 反正是開始挖黃金了 四個人挖金 準備是要來出雙戰船 好 天空熊這邊配置是十木 黃金是五個 那漁船部分只按了三艘而已 OK 這邊海戰開打 自爆船也按了出來 好 那義大利人如果這邊是要打戰劍的話 冰工廠要趕快補下去喔 才可以提升這個一級射的射程 增加這個戰劍的傷害力 跟這個射程 所以這個戰劍系沒有射程喔 手太短了 很容易被貼著打 那Hera這邊呢 是並沒有把這個殘血的戰劍直接拉回家修理喔 反正是頂著這個殘血的被點掉的可能性 但是天空熊這一艘自爆船要直接炸了一波 炸了吧 哇 結果只炸掉兩艘 如果炸掉這個中間的話 可能三艘一起帶走 有點可惜喔 但沒有關係喔 一艘自爆船 炸到兩艘旅船 已經算是小賺了 好 那天空熊呢 是沒有繼續想要爭奪中間這個海域的 可是有點轉為手勢 好 開始去補自己家的碼頭 好 那Hera這邊的戰劍數量越來越多 現在要打火戰船 傷害越來越高了 殘血的一直沒有機會鐵點掉 好 戰劍修理好一台 第二台沒有時間修理 現在再補下第二個碼頭 想要把這裡碼頭的控制權給拿下來 那這樣地圖是非常平衡的喔 他每一次的開局呢 都是一樣的木頭區域喔 不然兩邊都有兩個大木頭 還有這個木區 黃金的位置喔 好像也差不多這樣子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地圖 算是賽斯地圖來說 偏平衡的一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的打法 有點偏向阿拉伯跟競技場綜合打法 還有一點點的這個 斯康維亞那張地圖的感覺 但目前看起來阿 中國打這張地圖 勝率不太佳的原因喔 是這個中後期的陣地戰 往往會有點劣勢一點的 唉唷 這邊 完了 炸到一巴 HERA這裡血量掉的非常多 再一艘自爆船的話 HERA可能要爆開囉 好 天空熊這邊的策略是 拉兩村一直修戰船喔 盡可能把這個戰船的血量給修回來 當然這樣就落入HERA陷阱的感覺啦 因為如果這樣指導的話 天空熊勢必會有兩隻村民喔 一直要待在這個岸邊喔 進行維修喔 HERA這邊就可以拿到兩村的經濟優勢 天空熊開局有三村的優勢 所以現在經濟沒有到非常傷 而且甚至可以說是領先的 經濟目前是32村對上41村 這個是包含漁船的這個數量 以經濟實力來說 天空熊是暫時領先的 下方的漁船也是按了幾艘 那有這邊想要把這裡小微一下 不想讓對方過來蓋碼頭嗎 這個地方怪怪的 好 那這邊好像有暫停一分鐘的樣子 但是我們看紀錄檔是不需要等待的嗎 也就是看影片的好處 幫各位省時間 好 那天空熊這邊點一下城堡士帶 大概是落後於HERA一分鐘的這個升級時間 自暴船再炸一發 並沒有炸掉所有的戰艦 哇 這裡可能被點掉一艘嗎 好 看自己的戰船 燒掉 血量很殘 繼續往前貼 好 修一下 修一下 好 又殺掉一艘 哇 看起來天空熊這裡的火戰船 打得還算是不錯 好 再燒掉一艘 完美 後面有一艘火戰船過來幫我們補一下傷害 OK 那這邊交換的結果 看起來天空熊上放戰艦可能要打輸了 這時候HERA已經點下了炉炮戰船升級 火戰船已經升級上去了 OK 那HERA這邊是依成到城堡士帶 就開始進攻右邊這塊池塘了 這個池塘要是能拿下來的話 就可以拿到三個生物 還有將近大約快要兩千的魚肉 所以這個區域拿下來是穩鑽不虧的 這個穩鑽不虧聽起來很像詐騙 好 這邊炸一下 哇 兩邊直接爆開 血量炸裂 好 但是臨死之前 脫離少尼酸彈之寶草用過來 HERA這邊還是把天空熊戰船給擠毀掉了 好 那目前天空熊已經開下了一個城堡中心 在右邊的礦區 這裡還有鹿群可以吃肉 前期兩邊的海戰是打著水生火熱 天空熊終於要放棄這一坨的魚群了 直接轉成...打... 打這個農田站 開始捕魚 可能要專注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下面這個區域 但天空熊這裡是... 並沒有 去插劍塔 或是... 去... 蓋個修道院 好 按一下這個生旅去招搶敵方的戰劍 欸? 這個是怎樣? 不小心喔 喔... 這個出來剛好撞到是不是 OK 我有想說不是要過來炸嗎? 欸?怎麼突然自爆了 我在看上面這個地方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自爆船 兩邊是直接攔截結殺成功 2R應該是有看到的 好 那上方的魚船應該是... 不會再繼續出了 戰劍也不會出了 那這一張地圖算是很OK的地方是 只要前期有稍微捕到魚的話 就不會經濟輸太多 即使你中間打輸這個... 海戰的部分 他最後拿到的經濟優勢 大概是1000多肉吧 但是你也可以趕快去捕魚 去撒... 撒農田 拿出一些農田的肉量也OK的 其實並不用太... 這個... 執著魚喔 一定要去... 捕魚喔 這是世紀帝國2的一個優點 就是你喪失了這個... 捕魚的優勢 但是你也可以轉碗吃... 野味啊 撒農田喔 都不錯 而且中國人的... 團隊加成喔 是農田加10%的肉量 所以... 天空雄這邊撒農田 反而是... 對他來說是更好的 但對... Hera來說呢 他的... 魚船比較便宜喔 所以都按幾艘魚船 我覺得是不會太虧的 左邊可以按的... 大概六大包... 八艘左右吧 六大八艘左右 然後右邊這邊大概... 也是六艘左右 就可以把這裡的魚吃乾抹進了 Hera這邊直接抓到天空雄 這一隻... 蓋城門的村民 哇... 這個城門有點晚蓋囉 剛剛這隻村民發呆很久 如果早點蓋的話 可能就沒事 天空雄可能會很忙 不知道在... 在幹嘛 可能在開TC開農 沒有時間去控那隻村民 好... 目前看起來天空雄的村民處 還是微微領先的 領先大概八村左右 經濟狀況來說 應該是優於義大利人這邊的 好... 那這邊... 熱奈亞奴守過來 直接撞到城鎮中心 有看到走斜的 還是打到了幾發插邊球 喔...回頭 這個回頭一定危險 OK... 最後躲掉箭矢 Hera的熱奈亞奴守呢 已經... 慢慢量產出來了 但是他沒有按得非常兇 就是... 且按且珍惜 按個... 按個身體健康的 好... 天空雄這邊按到了六隻 唉唷... 這邊點掉一隻老頭 非常的賺 天空雄這邊要趕快 用這個生鋁去撿生物回去 好... 那目前天空雄的生鋁 是撿了一個聖物 要是中間這兩個聖物 可以撿到的話 那就是確保三個聖物了 那... Hera這邊呢 是已經可以上島 把那個聖物撿回去的 但這裡有點麻煩喔 那這個上去之後 你要這樣來回一趟 你要去控經濟 控兵 還要控生鋁 減生物 還要控城市中心 開TC開農 你要做的事情 在城堡實在是非常多的 這個也是在... 職業選手比賽裡面 會常常遇到的問題 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反而讓自己手術有點... 爬不過來 好... 那天空雄上面放棄之後 這個... 石牆也會一直被殺 好... 這就是氣上方海戰的一個危險之處 你只要氣海的話 上面就勢必圍不起來 一定會有個洞 對方一定會把你的石牆燒掉 好... 鐵王雄按了大概... 快要十隻的 中國連弩 一大一的是 勒納爾弩手 那... 勒納爾弩手跟中國連弩 同樣都是手很短的工兵喔 基本射程都只有4點 跟這個複合弓箭手是一樣的 但是... 以... 勒納爾弩手跟中國連弩 連弩兩邊互打的情況下 我印象中是中國連弩 會更優勢一點 喔唷... 這邊天空雄秀了一波 哇... 把這個勒納爾弩手射死了兩隻 雖然義大利人有巨盾科技 可以增加勒納爾弩手跟傭兵的防禦力 但... 其實中國他的箭矢量數量太多了 雖然後方的箭矢都是打一滴血 但是... 擊殺城塔 箭矢量遇到這個巨盾的效果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所以打中國的話 還是要出這個... 中頭或是火炮 一次把他砸掉 會更... 更好一點 我覺得勒納爾弩手跟中國連弩對策 並不會佔到太多的優勢 畢竟人家箭矢數量多嘛 好... 那天空雄這邊是點一下 帝王時代 還有二級農田跟挖池挖金 該點的經濟科技都有點了 待會再補一個... 手推車 就差不多了 而且這根綁金 爭取到了時間 蓋好了起來 好... 裝到城堡 但往右走 偷點個一兩村 應該沒問題 現在有彈道學 但是為了點村民 自己被城堡撞到 射掉了兩到三隻的勒納軍手 天空雄這邊也是上前 硬A 當然想要點掉後面 老頭還差一把箭矢 能夠點得掉嗎 老頭就這樣子走掉了嗎 再點一下 可以吧 嗯... 中國連弩是追得到... 他的 對 移動速度是追得到的 OK 天空雄這邊點掉了一隻生侶 但村民術開始落後 HERA雖然是4TC 好...開農 經濟非常優秀 但是... 地龍賽升級得非常慢 慢了... 天空雄這邊將近2分半的時間 好...那兩邊應該在升級 先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看一下HERA這一波怎麼解呢 天空雄 中國連弩 上前一射 射掉了一隻 熱納亞奴索 這邊數量有點少 我們一隻 回頭射個一發 點掉了一隻 熱納亞奴索 下方再射個一下 想要做一下村民 但沒有偷到 現在還有179滴血 後面的熱納亞奴索還有143滴 天空雄一身地龍時代 點下了化學跟三級射 增加一下中國連弩的射程 跟傷害值 但中國這個文明呢 是沒有火槍跟火炮的 所以後期 可能還是要小心 對方的工程器單位 甚至要小心這個 對方的火炮 好...結果這一波 就這樣被收掉了 天空雄 在上方補了新的一個城堡 目前經濟上來說的話 應該是HERA稍微有點優勢 畢竟海戰都是他全拿下的 把這個國王往後躲 那這個比賽的是四軍模式 所以兩邊都有一隻國王 可以去探土 但只要國王被其一殺掉 遊戲就結束了 好...一打一人 這邊直接轉出了 奴...奴兵 還有拇指環 那確實喔 打強弩的話 會比打熱納獨手還要好 優點是可以更快速的量產 射箭場就可以量產出來 而且射程呢 也會比中國連弩 還要多一點射程 光這一點射程呢 就可以有效的打擊中國連弩的 這個傷害了 天空熊這裡點下了弱馬升級 一隻弓也補下了 一打一人點下了三級色跟霸雪 差點都補 好...轉出了一些僧侶 看來是有想要去偷撿 但是沒有想到已經被撿光了嗎 還有一個 好...撿生物 好...正面的城堡拆掉 開始往前拆除城鎮中心 怎麼這麼近架起來 這個好...這個有點奇怪 劇情頭實際的距離有這麼近嗎 喔...他是打後面的啊 先砸他後面四級 天空熊有想法 我想到奇怪為什麼他要走這麼前面了 OK...直接拆城鎮中心 還有四級 好...正面二級馬可以補下 這裡看到強奴 天空熊應該心知肚明了 一打一人 HERA應該是要轉強奴一波 不是...走熱奈亞 那如果不走熱奈亞的話 自己就可以打熱馬 或是重裝騎士都可以再考慮一下 那如果自己轉... 重裝騎士的話 也可以給對方一點壓力喔 好...熊熊這裡是...直接出肉嘛 而不是重裝騎士 現在黃金庫存來到1700 哇...這個時間點感覺黑啦快要倒了耶 村民術...但是沒有掉了很多 而且甚至村民術還是領先狀況 這名肉馬...往後抓掉一村沒有問題 但是後方有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的防守效果非常的優秀 後來殺我的肉馬全部被擊殺掉了 好...但是義大利人有火炮的優勢 打巨型頭司機非常的...快速 好...再打一下中五連弩...沒有打到 強奴出量金來到25隻 量產速度非常的快 太快了 六個射箭場 出強奴 哇...那天空熊出肉馬的話 效果就沒這麼優秀了 這邊抓掉一村 火包打不掉...被強奴射光 哇...天空熊黃金這麼多 Hera這邊則是斷金了 這裡感覺好像可以拿下來 但是天空熊太害怕Hera的火炮了 而且現在自己沒有太多的兵也不敢往前 Hera也是打得很保守的 因為現在完全斷金了 先轉肉馬升級起來 好...天空熊這一波衝進去 又...繞個寂寞 什麼都沒繞到 尷尬囉...天空熊 好...國王趕快繞跑 我在想天空熊是不是想要去抓... 國王 看能不能在裡面抓到國王落單 直接擊殺掉國王 就是天空熊的勝利 Hera的... 國王已經跑到這邊的城堡裡 去避難了 這裡頭肉馬... 這道事情太多 而且還撞到了城堡 在農田裡插一根城堡 防守效果實在是非常好 雖然最後還是有幾隻村被抓掉了 好...那正面的部分 天空熊沒有繼續進攻的樣子 好...看到這根寶盾受不了 要前壓 他這時候才意識到... 欸... Hera居然... 沒什麼兵 怪怪的 現在在肉馬裡面繞這麼久 發現怎麼繞了七七四十九天 怎麼Hera還不趕快來... 撿這頭肉馬 他才發現居然... 他的兵沒有很多 好...拆掉這根城堡 但是自己的巨頭司機被拆掉了兩台 再一發有機會嗎 他預判一下 哇靠 又中了兩發 牆直接射掉 巨頭司機有機會 哇... 巨頭全部被拆光了 天空熊這一波有點損失慘重 但天空熊這裡果然轉出了重裝騎士 而且大衝車也已經出來了 好...大衝車配上重裝騎士 打一個深東吉西 左邊城堡拆除 右邊使用大衝車進攻 但大衝車這邊是有很多村民在修理的 而且重裝騎士 這裡還沒有升級三級攻 會有點危險喔 哇... 如果義大利人Hera也轉出肉馬 迅速解掉了衝車 那這一波天空熊沒有賺到太多的甜頭 反而自己的黃金消耗的有點快 好...這波肉馬想往後繞 但是被蓋了一個城門阻止了 看我喜歡用暗暗幾台衝車 但火炮可以預判喔 預判一下衝車的入境 還是要先打中國蓮弩 中國蓮弩先打 沒錯...先打中國蓮弩 但衝車還在慢慢逼近當中 回頭打個一發 打到一些中國蓮弩的血量 這一波交戰非常關鍵 不能送 誰送誰就輸了 好...那左邊這棟車門被拆除之後 Hera又補了一棟新的城堡在左邊 紅鐵人裡還是有這個... 城堡幫忙守著 雖然大洪車突入到這個位置 但Hera的城堡血量進來到了528 防護率提升了非常多 血量也OK了 這根劍塔應該有機會拆得掉 現在天文雄的大衝車 不知道該怎麼辦 畢竟對方有火炮會很難打 通常沒有火炮的文明 都只能用自己的騎兵單位 去解除攻傳器的問題 所以天文雄這邊轉騎士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要趕快去轉出自己更多的肉品單位 去掩護騎士會更好 但騎士數量也是要出一些 這邊衝車過來 被村民爆打一波 這裡想要用衝車做個掩護 往前衝 偷一些村民 通常騎士往後打騎士 村民效果還不錯 但天文雄家裡也是BBQ了 拉了一些肉馬 去後面砍哨子 這個料望塔 他可能以為天文雄的城堡 在這個料望塔裡面 所以他在這裡了 在城堡這個地方 左邊這三台衝車 最後還是被解掉了 通常騎士還是被解的 快速 正前方的交戰 兩邊開始互相射來射去 這邊打一個多線 打得非常精彩 我們回頭看一下這一波 這波是主戰場 好 看一下這一波是巨型投資機 有天文雄先行駕了起來 Hera是用強奴擊殺掉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後面火炮被肉馬直擊 強奴趕快去救 先點掉了一些肉馬 火炮後面打了一發 打掉了大概三到四隻的中國聯儺 中國聯儺 直接是強奴往前射掉了非常多的數量 但是後面的肉馬開始噴了出來 開始擋住了一些傷害 後面的強奴開始有攻擊的優勢 有拇指環 而且單發速度會比中國聯儺這邊還要更快一些 射程也更優 結果最後用火炮解除掉了四台巨型投實際的威脅 天空球又再次損失了大量的攻城器 這一波打起來三邊突然開戰 左邊右邊中間都在打得起來 天空熊家裡的肉馬問題 就是靠城市中心跟箭塔稍微擋住 但是還有兩隻在繼續偷村民喔 這有點危險 最後三級攻終於補下了 現在七奇兵攻擊力來到了7加4 終於可以三刀一隻 義大利人對你轉出來的是大肉馬升級 攻擊力來到了7加4 一樣是7加4 但血量是95滴血 比一般七奇兵度了15滴血量 肉馬過來 想要抓火炮 火炮沒人防守 大肉馬這時候才回頭 尷尬了 應該還有一台火炮要被送掉了 這波有點失誤 送掉了自己所有的火炮了 左邊這裡使用大衝車跟騎士 想要拆除城堡 但是天空熊這一波騎士不知道在幹嘛 貼著城堡就是一陣輸出 後面強弩射得非常開心 天空熊這一波有點尷尬 好像沒有控好的關係 可是還在砍農田 哇 好難受 天空熊這一波 本來應該是可以大獲全勝的 結果沒想到這些騎士在砍城堡 現在打不贏了 那這裡有陀螺馬衝了過來 天空熊這邊獨城戰法 直接把家裡給圍起來 裡面打得有點水生活了 天空熊的重裝騎士數量還是非常多 黃金還有兩千 所以要繼續出一片騎士嗎 來拋掉HERA的所有的肉 好 天空熊這一波有機會收到 中國這個巨型投擲機 中國列弩的電視數量太多 點發掉了巨型投擲機 左邊的部分 重裝騎士全部倒地了 沖車再次被叫回 目前木頭跟食物都有點缺乏 經濟打到最緊張的那種 必打一人 TERRA這邊再次把左邊的牆想要補起來 但是大沖車拆城牆速度很快 哇 這邊沖車過去頂 但是沒有單位去防守 這些沖車可能要沒了 這一波換成義大利人HERA 這波主攻進攻 但最後兩台巨頭吃一件 攻擊力上方就更城堡 這一波大落馬想往後鑽 但這裡一直有洞喔 對 天火雄也拉了幾隻肉馬 到後方 左邊的 中國列弩 這個肉馬 天空熊手碰點掉了一台巨型猛獅 後面的大樓馬在亂串當中 喔 開始抓村民了 本來是自己也是用中文連主去往前 但是天空熊的伯王總在前方 信心喊話 這時候要是被HERA看到可能就不妙了 好 路馬開始往後砍 國王在這 天空熊有注意到嗎 這隻胖胖的國王在這個地方 HERA好像沒有意識到那隻是國王 這時候天空熊看到 趕快跑啊 中國皇帝 快跑快跑 遇到路馬 天空熊後面這一波死傷有點慘重喔 農民剩不多 笑死 走開我國王 國王走到最前線 差一點被處死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好 天空熊這一波交戰之後 自己的中國連儒數量所剩不多了 剩下大概20隻而已了 但HERA還有40隻的強女 三台最新投資機 開始攻堅 那路馬血量的優勢 繼續往前推進 天空熊沒有轉疾病的關係 所以打不進前方的路馬 前方的路馬 想要用中國連儒解決掉的話 數量需要非常多才有可能 那義大利人這邊是有三級馬卡的 全能型的文明就是這麼的猛 三級馬卡扛箭矢 非常耐扛的 好 一打一人補下了三級伐怒 39隻槍爐已經擊殺到了120隻的單位 天空熊這邊節節潰敗 城堡被拿下了兩棟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這張地圖感覺中國只要拖到越後期越沒機會了 中間感覺有很多時間喔 天空熊是可以贏的 而且黃金一池夠用的 那天空熊 有點太害怕HERA的火炮了 好 這邊轉出來的是重 不是重裝騎士 而是肉馬 好 眼下了火箭技術 看到天空熊 要抱著黃金死去了嗎 好 我們打肉馬 往前 好 右邊居然有洞 這個洞沒有被補起來 要直接轉動進去 爆砍村民一波 火箭技術這時候才升級好 有火箭技術的話 打大肉馬的傷害會再提升非常高的一個傷害值 變攻擊會來到8加6 再多一點的話就變8加7了 不能再多 好 右邊的肉馬直繞 完了 後面被肉馬繞了一波 然後 筍桿爆炸 GG 天空熊肉類已經 來到了舒適九村 農民不多 海被爆砍 後面國王躲在這個地方 這邊在私用肉馬想到後方抓 Hera村民 但是這裡村民數量很少 而且也可以躲到城堡裡面進行避難 帝龍熊用這一波BD 但是BD不成 沒有太大的效果 動物連弩的數量剩下8加6 傷害還有40隻 還有40隻 還蠻行的 還蠻行的 好 最近使用中國聯弩爆射一波 前面兩隻肉馬吸引到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天空熊被這兩隻肉馬配了非常多的箭矢 強龍熊在後面 繼續射擊 好 先點一下 巨型投資機 點完之後 後方的強龍熊還在輸出當中 後方肉馬再次直擊到農民 農民損傷非常嚴重 只剩下92村 Aura這一波還有一千多的肉 繼續爆一個大肉馬 沒有問題 天空熊打出了GG 哇 這個看起來天空熊選中國 到了後期真的是沒得打 感覺要出更多重裝騎士 拼搏一波 才有可能 不然就是要轉這個中頭 去砸銷後方強弩 當然對方是Hera也不是磁術的 也會轉出火炮跟更多的肉馬 去解除這個中頭的問題 中國聯弩這個單位 用起來真的是中規中矩 沒有太強沒有太弱 不管怎麼說中國聯弩的射程 真的是太短了 義大利人雖然他寶兵的手射程 也是很短 但是他這邊轉出強武 反而是更正確的選擇 也說不定 並射程多加一 打起來會有更多的操作空間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義大利人拿下的比賽勝利 大概顯勝兩三千資源 這也是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的一個問題 經濟很容易會落後於人 來贏對方一點點就不錯了 軍事方面則是Hera拿到1.42的KD 天文雄這邊KD其實也不算低 0.70 他這邊KD會一直往下雲 最主要是送太多重裝騎士 衝撞劍跟城堡還有一些肉馬 一直往這邊衝 但殊不知他的核心的農田地道 是在下方這裡 而不是自家的城鎮中心 所以感覺天文雄的騷擾重點區域 都有點搞錯了 甚至從右邊這裡進來 可能會更好一點 畢竟這裡有自己的成人 直接往後面BD這裡一波 可能Hera就會直接倒了也說不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